今天我们去故宫参观 走出故宫的时候回头一看 会看到故宫的城墙上 刻然写着故宫博物几个大字 但实际上关于此门的匾额 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 明朝时候 故宫此门的匾额写着大明门 后来大明王朝被李自成灭 李自然便将此门的匾额改成大顺门 但是没想到李自成在北京城 仅仅坐了42天的天下 就被清军和吴三桂赶出了北京城 结果连大顺门的匾额都没克成 就命丧黄玄 清朝入住中原之后 清朝统治着将大明门的牌匾 又换成了大清门 后来时间过了近三百年 1912年 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复仪退位 中国封建社会到此为止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 选定在1912年的10月9日 为大清门更改名称 准备命名为中华门 当时负责凿客牌匾名称的石匠非常聪明 为了节省食料 工作方便 石匠们准备将原来的匾额拆下在背面刻上中华的门 但是当石匠们将匾额拆下来 才发现嵌在墙内的那 一面竟然刻着大明门三个字 原来清朝人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已经想到了这个办法 当时赶过来看热闹的有不少满清的疑老大臣 当看到这一幕时 也是唏嘘感叹不已 仿佛时光一下穿梭回了二百多年前 后来石匠们没办法 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 临时赶制了一块木质匾额 悬挂在了石匾的上方 而这块石匾 后来被首都博物馆收藏 一块小小的匾额 竟然折射出中国三个朝代六百多年的历史 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时光的流逝就是如此的迅速 百年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也仅仅像流星划过天空一样 当方看旧物 才发现人去楼空 物是人非 顿时生出一阵悲凉情绪 踩在故宫的石砖上 遥想着当年前人留下的足迹 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渺小 如再有烦恼 便将自己置于广阔的历史天空之中 到故宫中找一找历史 和气息 会突然发现一切都变得如此描写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魅力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